1994年1月19日 巴格达上空 一个神异般的男人 驾驶着一架美军战机 即将创造一场航空史上的奇迹 故事的主角名为埃米特·图里亚 他身下的作家 是通用动力公司生产的 传奇战机F-16战损 此时埃米特正在驾驶F-16 飞行在巴格达上空 就在刚刚 埃米特已经成功躲过 一枚来自地面的萨姆尔导弹 尖锐的警报声 伴随着导弹突破音速的咆哮声 让埃米特身上腺素飙升 面对下方无数的防空导弹 埃米特能否带着艾基逃出生天呢 当埃米特耳边不断响起急促的警报时 我相信在他的脑海中 一定萦绕着所有飞行员的梦魇 锁定即击落 在埃米特顶着被击落的危险 像巴格达连游厂投下两枚MK-84炸弹时 三枚萨姆尔导弹腾空而起 直接出现在埃米特的视野中 可以想象一下 在战机的身后 三个屁股着火的电线杆子 拖着长长的黑烟 同时冲向天空的样子 面对来袭的导弹 埃米特迅速采取规避动作 看看躲过这三枚导弹 却又看到 还有一枚更加知名的萨姆六导弹 正从远方飞来 情急之下 埃米特奋力向左拉杆 导弹的尾燕 踩着战机的坐舱盖呼吸而过 埃米特甚至可以听到 火箭发动机的报名 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受到死神格外青睐的埃米特 还未来得及喘口气 坐舱内再次响起导弹来袭的警报 然而此时的埃米特 在连续的机动后 速度已经锁上无几 只能选择进一步下降高度 与头扎进低空的火力网中 才总算是甩掉了这枚导弹 在短短十分钟内 死神的镰刀挥舞了足足六次 却每一次都是贴着埃米特的头皮划过 为了让自己活下去 埃米特甚至拉出了最高的6.5G过载 意味着埃米特在完成一系列极限操作时 有两个奥尼尔的重量 同时压在埃米特的身上 巴格达上空的惊险一幕 是一场足以载入 人类空战史册之中的战机 而埃米特能够存活下来 除了高超驾驶技术 和非凡勇气之外 他还应该感谢 坐下的空战利器 因为在1991年1月16日的 巴格达上空 除了这架F-16以外 没有任何一架战机 能够让埃米特 做出这些疯狂的机动 F-16战损 单发多用途轻型战斗机 美国通用动力设计生产 1976年 首架F-16A走下装配线以来 已经连续生产了4600余架 堪称世界航空工业领域的 长青树 作为目前装备最广泛的战斗机 目前在意的2863架 个型F-16中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属于美国空军 另外的三分之二 则畅销全球 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在飞行员的眼中 战损是一架 灵活轻巧的多用途战机 与前代F-4 同时代的F-15相比 机体轻盈 空重只有8吨左右 有着更现代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更先进的航电系统 以及更强的空战能力 但别小看这架瘦小的战机 因为在F-16的火力上 美国人可丝毫没有含糊 战损内置一枚 20毫米口径的M61火身机炮 被安放在飞行员的左手边 与A10攻击机上使用的 复仇者机炮始出同门 只是口径略小 无论是飞机还是轻转转位 一旦你在它盯上 情歌之间就会变成一堆废铁 作为多用途战斗机 F-16几乎可以搭载 美军现役的所有空射导弹与炸弹 可以执行对空 对地 以及对舰等多种攻击任务 在必要时刻 甚至还能搭载核武器 对敌人进行核打击 在世界航空史上 F-16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有太多的新技术 在F-16身上开花结果 同时F-16的出现 标志着战机的电子化与信息化 也是空战从实践走向理论的代表 然而也正是因为F-16的化石代特色 让它在诞生的过程中备受争议 1947年美国空军成立了 凭借着二战时期的急速扩张 它立刻成为了世界上 最强大的空中力量 时至今日仍然天下无敌 然而就是这样强大的美国空军 却在越南战场屡屡碰壁 1964年北部湾事件爆发 美军大规模介入越南 此时的美国空军 装备了最新的F-4战斗机 从集体各项性能指标来看 F-4拥有当时同类战机中 最快的速度 最强的基载雷达 以及最先进的空空导弹 在进入越南战场之前 美国空军 海军以及陆战队 都对这架战机给予厚望 在他们的设想中 F-4将在空战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越南战场的残酷现实 给了美国空军以及重拳 在越南上空的对抗中 看似强大的幻影 并不是总能击败苏联人的米格 恰恰相反 F-4损失惨重 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 面对数量和质量都更差的越南空军 仅在空对空战斗中 美国空军就至少损失了128架F-4 总坠回数甚至超过了400架 在1967年底到1968年初的几个月内 美军损失了18架F-4 却只击落了5架米格 对于强大的美国空军来说 这是绝对的奇耻大辱 那么是什么让世界第一工业国的空军 被一群只会中水道的农民打的落花流水呢 实际情况是 看似强大的美国空军 根本不适合越南战场 此时的美国空军 是基于大规模报复理论建立的 美国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 用核武器和轰炸机 打造了一支战略空军 但它极度缺乏常规战争的能力 从一开始 美国空军就不应该出现在越南上空 在越南遭遇滑铁炉的美国 急需一个F-4的替代品 来挽救越南的失败 美国海军那边率先给出了回应 1970年 F-14熊猫首飞 开启了它30年的传奇生涯 而美国空军计划中的 先进战斗机项目 F-X却迟迟未能定型 随着F-14进入现役的日子 越来越近 空军高层还是坐不住了 他们为F-X准备了上百个方案 却没有一个能够压过F-14一头 这意味着 如果不能及时拿出更好的方案 国防部会再次要求美国空军 采购海军飞机 这是空军绝对无法接受的 与此同时 1967年7月9日 莫斯科郊外的航空站上 苏联空军骄傲地 向世界展示 他们的最新战机米格25 而这也将是苏联航空工业 最光辉的时刻 当米格25的数据 出现在欧美情报组织的事业中时 美国工程师们 还以为这是什么 过期的愚人节玩笑 从外观上来看 米格25巨大的机翼 毫无疑问地表明 这是一架机动性极强的战斗机 而情报数据却显示 米格25有着高达三马赫的急速 这个数据在美国航空业界 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 米格25似乎在速度 升线和续航能力等诸多方面 全面超越了正在推进的FX项目 当时的美国 根本就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战斗机 美国共军遇到了大麻烦 在这个危急时刻 五角大楼的将军们 终于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F15 F16和F18的幕后英雄 改变了现代空战历史的飞行大师 战斗机黑手党交付约翰·伯伊德 这是一群不相信空战会消亡的飞行员 执着地认为 空军即使到了外太空 使用机关武器与外星人作战 依然会出现近距离的空中格斗 在黑手党眼中 以核力量为主导的美国战略空军 正在从战斗机身上吸血 作为对轰炸机支持者们的回应 他们将自己称为战斗机黑手党 这群人中的灵魂人物 就是约翰·伯伊德 他开创的能量机动理论 将人类的空战带入了全新的时代 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人类就开始进行空中格斗战 但直到70年代 空战仍由飞行员的直觉与经验驱动 当时的飞行员更远以将空战 当作一种激情创作 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科学 因为在空战中 飞行员需要考虑的因素实在太多 空速 公角 油门 云层 甚至是太阳的方向 都在飞行员的考虑范围之内 另外不同的战斗机飞行特性 也不尽相同 这就意味着 飞行员唯一能做的 就是跟着感觉走 在空战中随即应变 但约翰·伯伊德的出现 打破了这个没守成规的常识 他与数学家朋友托马斯 通过严谨的攻势 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在空战中赢过对手 尽管约翰·伯伊德的灵感 并不是从飞行中得到的 1962年冬天 35岁的伯伊德 前往佐治亚理工学院进修 此时的他 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在这所学院 伯伊德遇到了此生中 最可怕的敌人 西莫考试 此时 他正和一个19岁的小伙子一起 在一间空教室里 复习工程热力学 要说大学中 最困难的理工科课程 热力学绝对有着一席之地 这是一门研究能量 如何传递的学科 万物皆有能量 因此热力学 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事物 但是他也非常容易挂科 即便是出身飞行员的伯伊德 学起来同样很吃力 几个小时过去 他的学业没有丝毫进展 伯伊德刺压咧嘴的 对他的同学库博说道 我连飞机都会开 怎么就弄不懂这个 于是库博就用战斗机做比方 向他解释能量的转换 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 一架你最喜欢的战斗机 正踩着洁白的云朵 在未来的天空中穿行 而它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参数 高度和速度 从能量的角度来看 高度意味着重力势能 速度则是动能的外在表现 当战斗机俯冲的时候 速度增加高度减少 这实际上意味着 飞行员在用重力势能换取动能 速度和高度 势能和动能的转换 熟悉的概念和不熟悉的专业名词 在伯伊德的脑海中交替出现 灵光乍现之间 恶力学的专业知识 和十几年的空战经验 在他的脑海中合二为一 最终在伯伊德的数学家 朋友托马斯的帮助下 形成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 能量激动 在这篇论文中 伯伊德和托马斯 用严谨的数学公式 表明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在空战中 能量决定一切 相同重量下 飞机获得或失去能量的速率大小 决定了空战的胜负 这是人类首次将定量分析 引入空战的领域 直到今天 世界各国空军 仍将这篇文章论为归孽 而这篇论文的核心 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意味着 战斗机的能量优势 或者说空战能力 由战斗机当前的速度 净推力和战斗机的重量 共同决定 战斗机的推力越大 阻力越小 重量越轻 空战能力也就越强 而这些参数 也完美地表现在了 F-16的设计上 首先就是重量 如果我们把F-16 与同时期的战斗机 横向比较的话 就会发现F-16太轻了 作为海军舰载机的F-14 总重高达19吨之多 空军这边则更过分 F-X项目的最佳候选方案 重达28吨 要知道 满载的BL7轰炸机 才29吨多点 而F-16的空重 只有7吨多点 这意味着 在相同的进退力下 F-16获得功率的速度 是F-14的近两倍 因此 伯伊德进入五角大楼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F-X项目减重 在他的坚持下 脱胎于F-X的F-15 终于没有成长为 一个28吨的胖子 但伯伊德依旧认为 F-15还是太重太贵 空军在F-15上 配备了太多不必要的炸弹 这与伯伊德对空优战机的 看法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 惠布公司创始人 国防部副部长 戴维·帕卡德 新冠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就烧到了 仓皇下台的 麦克纳玛拉身上 他痛批麦克纳玛拉的 打包采购政策 改为竞争性的 原型设计方案 国防部要求 先拿出差不多的 能用的原型机 在与竞标对手的设计 进行测试比较之后 美军才会选定方案 进行大批采购 而新时代的 第一个胜利者 就是F-16 1971年1月16日 美国国防部 向业界发出了 征求建议书 描述了一种总重 不高于9吨 在跨因素 具有高推重比 高机动性的 轻型战斗机 这架轻型战斗机的 设计重点 从高空高速 变成了灵活机动 并且强调了 要广泛使用新兴技术 降低开发风险 五家制造商 按要求提交了方案 最终空军参谋部的选择 是通路动力的401 和诺斯洛普的P600 而这两个方案 最终变成了 后来的F-16和F-18 正如前面所说 战斗机的机动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 由飞机的净推力决定 而净推力 则是发动机推力 和阻力的差距 为了减少阻力 F-16使用了 新兴的计算机 模拟技术辅助设计 不断优化启动外形 引入了边条翼 和前缘近翼 将机翼和机身 圆滑地结合在一起 减少了阻力 提高了升足比 增加了机身刚度 并最终形成了 极其优美的流线性外观 外观出色的同时 F-16的内在同样不俗 它采用了许多 化时代的全新科技 其中最亮眼的 就是电传飞控系统 这是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 甚至成为了 飞机短代的分水顶 F-15甚至直到2011年 才出现了电传飞控的编体 飞机基本上 是由钢丝绳和液压系统控制的 在F-16之前 驾驶员通过移动踏板和拉动摇杆 操纵遍布机身的钢丝绳和液压机构 控制飞机的各个一面 从而控制飞机飞行 对于F-16来说 它根本就不能使用 传统的飞行传动控制系统 原因有两点 首先 复杂的液压系统和钢索传动 会大大增加飞机的重量 举例来说 在F-14上 为了实现可变机翼 整架飞机的重量的20% 都是复杂的液压结构 而根据博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 机体越重 灵活性就越差 其次 亚因素下的F-16是静不稳定的 显当来说 就是当F-16的飞行姿态改变的时候 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结构 会导致飞机失去控制 我们用这架平飞的F-4做例子 先来看看 静稳定构型的飞机 是什么样的 F-4的质心 在机翼前 升力和重力的共同作用 会让飞机产生一个 机头向下的趋势 为了不让飞机一头再到地上 需要偏转尾翼的角度 使作用在整个飞机上的地举平衡 只是尾翼作为水平一面的一部分 本可以用来产生向上的升力 让飞行更高更快的 但为了抵消飞行时的不稳定性 在偏转尾翼角度之后 不仅无法利用这份额外的升力 甚至还带来了新的走力 结果就是降低了飞行的速度和机动性 不过在F-16上 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在战机低速时 F-16的升力中心出现在重心之前 偏升具有向上抬高机头的趋势 在这个时候 想要让F-16保持平飞 就需要通过尾翼产生向上的力 所以在F-16机身上 所有的水平一面都在产生升力 并没有任何的浪费 这样的设计 大大的减少了飞行中的能量损失 转弯率和灵活性都有提升 但是这么好的设计 怎么会直到F-16上才被采用呢 顾名思义 经不稳定的气动布局 会破坏飞机飞行的稳定性 引入一个恶性循环 当F-16爬升时 公角增加 升力变大 力矩变得越来越不平衡 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 F-16的机头将继续向上抬高 进步稳定意味着 如果没有某种自动机构的辅助 仅仅只是保持平飞 飞行员就要不断做出控制和调整 更不要说进行空中机动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程师们采用了 当时最先进的电子科技 为F-16安装上了一套 有电脑决策的飞行控制系统 在1972年 这样的电脑系统堪称外形科技 在F-16上 飞行员并不是直接操作各个操纵面的 而是利用摇杆和油门 与F-16的三台飞控电脑对话 告诉机体 我想加油门 或者我想抬高机头 电脑会对飞行员的动作进行分析 并结合遍布F-16机身的传感器数据 根据飞机的当前速度 姿态等信息 自动操作各个控制面 来完成飞行员的目标 由于过于先进 这个飞控系统 在一开始还引起了一些小麻烦 1974年1月20日 F-16的首架原型机 YF-16完成了它的第零次飞行 之所以说是第零次 是因为这次飞行完全是一个意外 在原计划中 这架原型机只要在跑道上面滑行几次 就可以完成测试了 但由于采用了电船飞控 YF-16上的操纵杆几乎不能移动 对于经验老道的飞行员来说 这是十分反直觉的 在传统飞机上 飞行员拉动操纵杆时 会得到一定的力反馈 飞行员越用力 操纵面的动作就越大 飞机的姿态改变也越剧烈 而F-16由于采用了电船动 并不需要复杂的钢缆和配重块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工程师们 在早期的F-16上 沿用了F-11上的武器摇杆 这种摇杆没有形成 不能移动 只是一套单纯的力传感器 简单来说 这套力传感器 类似于一个多方向的电子秤 飞行员对它试驾的力 将会作为输入参数 进入到飞行电脑里 而由于缺乏行程和力反馈 导致飞行员很难微调自己 推赶的具体程度 说回到YF-16的零次飞行 当时的试飞员 菲尔·奥斯特利车 正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跑道上 进行高速滑行测试 突然YF-16开始左右摆动 幅度越来越大 它试图通过左右推赶 来恢复机体平衡 却总是超过了调整范围 直接导致了飞机左右震荡 作为经验老道的飞行员 菲尔竟然无法控制这架飞机 而这正是由于摇杆 缺乏力反馈 飞行电脑的程序 也还不够完善导致的 为了避免击毁人亡的残祸发生 菲尔当即决定改变计划 直接将战机拉起 在跑道上左右摆动的YF-16 跃向空中 在90分钟的试飞后 有惊无险地落在了草坪上 也成就了这一航空时尚的名场面 1975年1月13日 空军部长迈克·卢卡斯宣布 YF-16成为空战战斗机竞赛的获胜者 美国空军计划订购至少650架 此年首家F-16A 在沃斯堡的空军4号工厂下线 正式加入美国空军 不过在F-16进入实战之前 还有一个事情需要解决 那就是它的名字问题 对于美国人来说 YF-16取名似乎比开发F-16本身 还有困难 1977年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 童年上映的星球大战的影响 通用动力为F-16取名为损 但是这个名字和法国打索航空的 电影商务喷进机冲突 因此通用动力又开始考虑命名继承 将F-16命名为野马2 反P-51是北美航空生产的 并不是通用制造的飞机 为了避免吃上官司 这个名字也只能放弃 之后 神鹰和雏鹰也被纳入了考虑范围内 神鹰这个名字 甚至一度出现在通用动力的 官方宣传材料中 一些飞机模型的封面 也使用了这个名字 由于官方尚未给出一个明确的代称 F-16的飞行员们 开始用毒蛇称呼他们的爱机 这个名字来自太空堡垒卡拉迪加 因为F-16和其中虚构的毒蛇战机 都拥有漂亮的气泡形做舱照 直到1980年 通用动力终于决定回归原点 采用最初的方案 以损为F-16命名 只不过在前面加上了战子 也就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F-16战损 尽管YF-16的所有设计 都是为了在空战中夺取优势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生产型的F-16却并不是这样 不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伊拉克 F-16一直被当作一个轻型攻击机 为地面提供战术火力支援 而那些战斗机黑手党的反对者称 正是F-16上的妥协 例如加装雷达 增设武器挂点等改进 让战损成为世界上最为常见的战斗机 实际上 F-16的第一次真正亮相 执行的就是一场 足以载入史册的对地打击任务 1979年 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 开始在法国的协助下 建造一座核反应堆 这个举动吓坏了以色列 出于对伊拉克拥有核武器的恐惧 以色列决定防患于未然 提前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 由于这次行动需要深入敌国腹地 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准突袭 以色列军方 选用了新采购不久的F-16A 来执行这项绝密人物 1981年6月7日下午 八架斩新的F-16A 从塔巴国际机场起飞 红船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领空 直布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郊外 为了不引起伊拉克警觉 在约旦上空 以色列的F-16编队 会使用沙特口音 与约旦的空管人员交流 将自己伪装成迷航的沙特飞机 而在沙特阿拉伯上空 他们则假装自己是约旦人 使用约旦的无线电信号 约旦国王侯赛因 当时就在亚卡巴湾度假 他目睹了以色列的F-16机队 从游艇上空呼啸而过的场景 在进入伊拉克领空后 攻击中队下降到离地面 仅有30米的超低空 躲在伊拉克防空雷达的盲区中飞行 穿过右发拉底河 飞沃的三角洲 方形的灌溉田 道路和高压塔 向他们的身后飞快地闪去 当地时间下午6点35分 在距离目标仅剩20公里时 F-16编队开始拉伸 在2100米的空中转了个弯后 以零件9马赫的速度开始俯冲 他们的目标是高墙内的白色穹顶 伊拉克的奥西拉克和反应堆 就藏在穹顶的下方 1800米 1500米 1200米 以色列的F-16编队开始一次投弹 先投的几枚炸弹在原顶上开了个洞 剩余的炸弹顺着这个洞鱼而入 钻进了反应堆内部 在火光和烟尘中 F-16冲天而起 未完工的伊拉克和设施 被这场精确而大胆的突袭彻底瘫痪了 尽管世界各国 对以色列的这次军事行动 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是一次足以写进教科书中的战役 而F-16在中东的辉煌才刚刚开始 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 以色列的F-16和F-15 在预警机和无人机的加持下 先是一举摧毁叙利亚的防空网络 又在接下来的空战中 击落了80余架苏式战斗机 自身却无意损失 这场战役一度被冠上了 贝卡谷底烈火机的称号 说回到伊拉克 在攻击伊拉克和反应队的行动成功后 以色列声称 这次袭击让伊拉克的河野心 推迟了10年 而恰恰在10年后的海湾战争中 F-16再一次出现在巴格达上空 1990年8月3日 美国东海岸 美国中央空军司令 查克·霍纳将军 正坐在一架最新型号的F-16C上 与他的调机准备与另一队F-15 进行空中格斗训练 然而一通紧急通信 把他从万米高空拉了下来 有目一号 这里是海狮 您的F-15对抗已经取消 华盛顿中心要求您立刻联系他们 霍纳本就悬着的心 立刻就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就在前一天的8月2日 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 发动了闪电入侵 在一天之内 占领了科威特全境 冰封直指沙特阿拉伯 作为中央空军司令 霍纳已经预见到 为了保障中东的石油安全 美国绝不可能坐视不管 而把他从F-16的座舱中 紧急拽出来 意味着事态正在向着 最糟糕的方向狂奔 第二天凌晨 霍纳带着厚厚一摞的简报 飞往美国总统的 度假地戴维莹 他向老布什指出 伊拉克空军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地面上还有数千门高射炮 和地对空导弹 虎视眈眈 这将会是美国空军 自越南战争以来 面对的最大的挑战 尽管困难重重 老布什最终还是下定决心 保护沙特和科威特 如果伊拉克拒绝 无条件撤军 他们很快就要直面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军力量 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 登上运输机 连夜飞往沙特阿拉伯 和他们一起出发的 还有第363飞行连队的 数十架F-16 令人窒息的四个月 很快过去 和萨达姆之间的国际斡旋 统统宣告失败 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1991年1月15日 这是联合国给出的最后期限 但纵横的战壕表明 萨达姆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异常风暴即将到来 17日凌晨 战俘导弹划破夜空 进攻正式开始 对于联军来说 空军的首要任务 是摧毁伊拉克的指挥中心 防空阵地 以及飞猫腿导弹 而将这一任务交给F-16 再合适不过了 此时的F-16 已经加装了最新型的 缆盾吊舱 并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 在整场海湾战争中 北国空军一共出动了 6万5千余架次 F-16的战比超过五分之一 有着95%以上的任务完成率 炸弹投放精准度 也高居所有战斗机之冠 看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想 F-16作为一架 为空战而生的空优战机 号称没有一棒用于对地 怎么在实战中 干的全是对地打击的工作呢 实际上 F-16敏捷且坚固的机身 在空对地打击中 派上了极大的用车 而能量机动理论 并非只有在空对空格斗中 才能派上用场 在躲避地对空导弹时 这项理论同样适用 沙漠风暴行动开始的第三天 美军策划了整场海湾战争中 规模最大的空袭 72加F-16组成编队 飞往巴格达 突袭奥西拉克和反应队的 参与部分 作为伊拉克的首都 巴格达四周环绕着 最先进的素质防空导弹 以及数不清的防空火炮 仅仅三分钟的时间里 伊拉克人就发射了27枚地对空导弹 整个天空中 都是导弹留下来的航击云 面对急促的导弹来袭提示 F-16在巴格达上空 展现了惊人的机动能力 飞行员们在导弹 接触自己的4秒前 执行规避动作 利用F-16的机动性优势 诱导导弹爆炸的同时 确保自己处于爆炸犯件之外 而在这些刀口填写的飞行员之中 最为知名的 就是影片开始时聊到的 一人躲过6枚导弹的 艾米特·图利亚 实际上 在返回空军基地后 艾米特的地勤惊讶地发现 这架油箱舰底的F-16 几乎毫发无损 唯一出现的故障 是战机的热油弹 和干扰斯发射装置 也就是说 在巴格达上空 艾米特纯粹依靠战机的 机动能力 躲过了6枚致命的导弹 时间进入21世纪 美国空军计划 用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 也就是后来的F-35 取代F-16 但F-16的故事 却远远没有迎来尾声 海湾战争以后 通用动力公司 将旗下的军用飞行器部门 连同整个F-16生产线 打包卖给洛克希德 而经过数次大规模改造的F-16 也随着时间不断进化 在F-16上 采用了一套独特的编号体系 首先就是紧跟在F-16后面的字母 它标志着 大的版本改动和单双座改型 以F-16AB为例 F-16A是单座型 F-16B是双座型 此后的F-16CD 和EF型 也都是类似的情况 而F-16ABCD等型号之间 主要的区别则是雷达的型号 F-16最早采用的是 ANAPG-66脉冲多普勒雷达 到了F-16C上 就改成了ANAPG-68雷达 目前美国空军所有的F-16CD型 都换成最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这也是F-16EF的标配 而F-16上的另一个编号特色 则是不同的区块 它标志着 在同一个大的改型下的小改动 例如F-16AB就有block1 5 10 15和20 一共5个小版本 而到了CD型 则出现了3032这种编号 从这里开始 凡是戴2的型号 使用的都是普惠的F-100发动机 而不戴2的型号 用的都是推力更强的 通用电器F-110发动机 随着时间的演进 F-16换上了新的航电系统 新的雷达 新的发动机 虽然性能于F-2和F-35这种 次时代战机之间 还有一定差距 但从使用性和维护成本来看 F-16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2020年的寿命延长计划中 诺斯洛普收到美国空军指示 要求其使用APG-83雷达 将F-16的使用寿命 延长至少2048年 随后美国空军宣布 将608架F-16CD升级为F-16 Block 70 也就是最新的F-16V 近50年之后 F-16终于如常所愿 拿到了毒舌的昵称 杨栅树 最新的F-16 采访者是率 入手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